订阅观传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一位许女士 44岁 这是南投县的 思归弟子 你在问工作的问题 还有家里先生 也跟你感情方面有问题 然后也常常会障碍你们 学佛修行 人的苦很多 人生在世苦很多 想要平平安安 生活没有忧虑 身体健康 家庭和谐 这样来学佛修行 有的人都没办法 对不对 不是这里有问题 就是那里有问题 然后要我来 你有几个梦境 要我来给你看 我综合跟你讲 就是说你这个经济 要准备独立自主 就是这句话 那至于开什么店呢 你在这里问我 开什么店呢 要跟你的兴趣 和修行有关的 就不要太累 累出病来 但是要能够 不要有造业的 不要做这种 荤食的 杀业的 或者是不清净的行业 要不清净呢 以前像这个 以前还有租这个光碟 早了一点还有录影带 像这个行业 人家说这不是挺好吗 凭劳力赚钱 但里面有色情片 暴力片等等 难免就是不清净 人生已经苦了 就告诉你 过去欠修 现在就要大大的修 好好的修 不要再不修 不要好不容易 已经修了 又带着很多的 又夹杂很多的 不清净在其中 不要这样 你已经开始修了 就要好好的忏悔前夜 就是希望 能够今生修得有起色 所以你做这个行业 就是不要早不敬业 做得会欢喜开心 不要把自己累坏 这就可以了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